8月13日,台湾人祭天后小S现身上海为偶像养成主题真人秀当《偶像遇见偶像》录制新一期的课程 高腰印花短裤搭配白色短袜和红色细高跟,小S当天的装扮着实让大家眼前一亮 相比以往的录音棚教学,这次课程被搬到了专业摄影棚 梦之声的学员们将在这里学习拍摄大片的技巧 在小S的努力教授下,学员们在预设的角色中完全发挥出了搞笑水平 看来有其诗必有其图啊 我刚刚那个节目的开场我就教了大家绝招 我说如果今天路人走进书店有一大堆杂志 有林志玲梁超伟章曼玉小S 你要如何拍出一个封面是大家一看就 这本杂志我一定要买回家收藏 我刚才前面就示范了 一二三 就是如果我看到这个封面的话 我个人是会愿意掏钱把它买下来 中国梦之声的比赛已经入到了最后阶段 如今的六强选手更是各有特色 让观众们越来越难选择 不知道在小S的心中谁的表现更出色呢 因为我有看这个节目就是偷偷观察每一阵子 然后我对央吉马的印象是最深的 因为我觉得他一站出来 就是天生有一个当明星的魅力在 他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还有他的气质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他非常容易被大家记住 所以今天的学员当中 我个人对他是比较有感情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